老杨到处说 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匠香酒 化龙村 金麒麟 银麒麟 是常年的冻场和老酒的催化 想让酒的分子和水的分子 高度的融合 带出水分子的楼顺 酒分子的存厚 欢迎选购 老杨到处说 这是我们的读报时间 德国之声头版头条 中国兰卒对日作战 中国兰卒对战日本 史上最惨败 实力差距有多大 这是现场一个报道 2026年 世界杯足球赛的亚洲区 逸选赛18强 9月5号中日之战的东京开梯 现场涌进的超过5万人 热情加油关战 大量90分钟左右 日本以7比0学习中国 历史性取得大比昏 中国前国家足球队的队长 甚至说看着他想跳黄埔江 就当然了 1975年中日建交 两国有正式比赛以来 中国输得最惨的一次 也是中国队史上第二惨的比数 2012年 中国队跟巴西队的友谊赛 当时中国队是0比8不敌巴西 日本对清一社的排开全是旅欧洲联赛的阵容 中国队是清一社的中超阵容应战 在整体实力和经验上已经输上了一节 啪啦啪啦一大堆 反正看到了现场 央视罕见的没有转播 大家知道这个下一国就不敢转播 被影响中非两国人民的共同友谊 把非洲人民笑话 有史以来 当然民族主义情绪也在现场出现了 中宣布三条指示 穿着八路军 军服 诸鲁子类都有 当然后来他们的情绪也很低落 开始破口大骂 中国队诸鲁子类 从训练的态度也比较中日的差 日本队很整齐 很皈依 中国队是有一些山山池来 到半小时之后再集合完毕 有人说这是呢 足球版的甲午战争 当然说了 不一定准确 但是叫足球版的甲午战争 这个话会很要命 亚洲自由电台 中国领比其输给了日本 惨败给日本 央视以板权为由拒绝转播 另外一个消息 在其他媒体报道很少 美国之音说 中国停止外国人领养政策 只留华裔收养的一条缝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铃 昨天的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的政策 未来除了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 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季子女之外 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 中国政府也没有对外宣布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政策的改变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当然知道这跟计划生意有关 计划生意政策一胎化以后 有大量的女婴和残疾儿童遭到弃养 由孤儿宴收容 那么开始在八十年代初 就出现了这一个涉外的收养的工作 外国人 其中以美国人为罪 当年中国涉外收养的高峰是有1.3万名的儿童 被国外的家庭收养 占收养比例25.49% 美国领养中国孤儿最多 这当然也是美中民间友好交往一个见证 这个世纪以来被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儿童有82658人 同一期美国人领养的外国儿童是28292亿人 中国占总数的29.2% 那么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以后呢 就停止了暂停的国际收养 美国人呢每年都是超过1万人 从2019 1999年到现在 美国人我们讲了 美国人要领养一个外国儿童的过程很不简单 需要经过一系列繁复的过程 除了常常需要等待数年之外 领养的费用往往要数万美元 如果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性经常的爱心 很难想象有那么多的美国人 愿意掩涉从洋到国外去领养孩子 这些孩子有一些回到了美国以后是幸运的 世界冠金什么之类都有 当然以后这个机会就少了 好了 来谈谈中非 星岛日报说 习近平表示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 不得了 没说是人民币 是人民币 明报说习近平要帮助非洲现代化 三年援助资金3600亿 所西方带来的深重的苦难 中非将掀起了全球南方现代化的热潮 联合早报报道消息 中国提升中非关系向非洲提供3600亿人民币的支持 那么这里面就讲了 有多时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 打造中非治国理政的这么一个经验交流平台 提供军事援助 创造不少一百万个就业的岗位 不仅是锦上添花 而且是雪中送炭 他忘了自己家里面还有很多人还找不到工作 但是他没办法再怎么抠 也要帮助非洲兄弟走向现代化 当然大陆的学者对非洲 习近平的强化就说了很多赞赏的话 不输出中国模式 那不输出中国模式 输出中国经验大概是这个意思 要么脱贫 要么反腐 反腐也要输出了 那么这里面还要提供十万 十亿元紧急的粮食连注 还有双向分布的投资产业 还了一大堆 把国内那一套全部搬到非洲去 还有鲁班工坊 诸如此类 还有能源之类的 反正就是要给你们三千六百亿人民币 非洲人民很开心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消息角度是这样的 中国试图借中非合作论坛拉拢非洲国家 那么尽管债务摩擦 优存国内经济放缓 尽管中非在债务问题上存在摩擦 中国国内经济放缓 引发了更广泛的担忧 但是习近平要承诺 要继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 在非洲找到了温暖 这是在西方国家找不到的温暖 在非洲已经有了 纽约时报也是谈到中非关系 习近平打造发展中国家捍卫者的形象 他提取了捍卫者 习近平经过了70年的辛勤的耕耘 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他把他的国家描绘为发展中国家的捍卫者 能够推动西方倾听贫困国家的声音 三天那就不得了 尽管他跟西方的紧张关系热意加剧 习近平取悦非洲国家是中美地缘政治大战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中国正在尝试利用美国欧洲的非洲留下了空缺 中国看到了真正加强接触的机会 而不一定只是靠资金 但3600亿的支票是一定要开的 这个论坛来讲是中国为他跟非洲打交道的方式进行辩护的机会 那么这个来讲是有些评价 中国也调整了为非洲大陆提供新的援助方式 强调的不再是大型铁路和其他基础建设 而是成本比较低的承诺叫小而美 这个转变呢 中国这个小而美是跟他内部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有关 房地产陷入危机 地方财政之不行 失业率又高涨 那么非洲国家的债务成本又很高 现在呢安格拉赞比亚 就欠中国国有银行数十亿美元 拿得回来拿不回来还是个问题 当然世界的经济形势 金融形势也不允许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的贷款 因为成本太高了 非洲 那么非洲这个扮演一个南方国家的一个 一个捍卫者 中国对以色列 在加沙的战争所采取立场 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 这个立场跟南非等国一致 对很多非洲来的说 加沙这场战争是摧毁他们国家的殖民地战争 非常相似 美国之音 中国经济艰难之巨 习近平承诺原非三千六百亿人民币 这个还是中国这么的积极经营跟非洲的关系 是为了应对国内外困局的战略突围之举 这是台湾一个学者的看法 但受限自身经济疲乱 未来恐怕会有不少挑战 夏明也有这个说法 在借那么多钱 给那么多钱是借心还救 无助于当地的建设 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台湾一个学者 一个国家安全的高官 不透明智 习近平无论是向非洲国家招手示好 在俄乌战争中试图扮演和平爵士 或者在东海南海这个张牙舞爪 他说看好像是相互矛盾的行为 其实都是在中美竞争之下的战略突围的举动 美中战略竞争的强度和方向 已经难以逆转 加上西方国家联手施压 制裁中国的轻销政策 让中国有点喘不过起来 所以这里面他认为 无论如何这种战略突围的动作会比较大 尤其是非洲 非洲很多国家今年要大选 选举了以后估计新的执政者也会重新跟中国谈判 谈判什么呢 债务 那么这是中辉关系下一步要关注的重点 法广也谈到了习近平宣布再给非洲3600亿 是不是另外一个债务陷阱呢 那中国的学者理直气壮给了这个一个 一个还击 还击就是是不是债务陷阱 法国的经济学家说中辉不对称的贸易 会使得非洲陷入发展的僵局 这是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 尼凯他表示 中国正在允许非洲兴建新的基础设施 高铁电信新能源电动汽车 一系列西方人尚未提供的需求要靠中国人来支持 他说除了帮助非洲发展 这些投资也有赃助 非洲的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 这也是一个 有人说是产能过剩另外一个消费的地方 好了 德国之声是德国媒体的 涡林出版的日报说 习近平的魅力攻势 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急速预约的方式 跟数十位的非洲国家领导人 进行单独的会晤 这是日日一万七很辛苦 这是新冠疫情以后 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 他认为中非合作论坛的秘业期已经过去 冷静重新占据了上风 那么现在来讲 中国现在的资金不再宽裕 跟西方国家的银行一样 现在极力要求对方严格的履行还贷的义务 所以有人说中国在非洲设计的是债务陷阱 那么有人说是 并非每一个大型的县设都是明智之举 有些项目变成了白色大象 耗贿拒之但收益有限 那么讲到西方这个问题 谈到的中非关系有四个核心的议题 治理工业和现代化 和平安全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中国的非洲的大举的投资 尤其是政治有政治上的考量 那当然台湾的国安官员说是 战略突围 这里面说的是 中国的这个投资力度当然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 但关键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考量 另外一个地方也在争夺 英国BBC的头版头条 太平洋岛国的论坛 就是太平洋岛国争夺战的台前梦后 做了很详细的说法 这里包括中国台湾美英国和联合国的旗帜都有 不仅美国也有的 战略主角除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其实安保人员比18个成员国多数还要多 就是说这里面 就是说汤家的王公显得很不起眼 因为这里面只有一名警卫在勘固的国王 这一个星期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很精彩 这里面他其实就是 太平洋地区中国正在变得举足轻重 所以这一点来讲 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 中国的横迹 那么澳洲也在激起直追 要搞一个太平洋的警务计划 那么这里面就想双方的争夺的问题 阿尔巴斯尼斯是在中国人建造的礼堂说 要怎么样来战胜诸如此类的东西 就是中国对汤家的影响非常大 包括诸如此类 当然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也出来 就是战略竞争有时望着人们的需求 许多经济体度的满足 它基本的发展的需求 大国也在太平洋岛国 有自己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利益关系 太平洋岛国虽小 但在很多方面很强大 这些国家所处的海洋 占世界表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边属于所发生的一切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外交 都会影响世界的未来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中国也是不遗于力 要自己的立足之地 美国之音其实一语道破 太平洋岛国论坛凸显了美中竞争 这个论坛就是 北京现在台湾参与 最近结束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努力 凸显了西方民主国家 跟中国在这个地区 争夺影响力的激烈 而持续的拉锯战 就是中国其实在这些年 获得了进入太平洋地区的准路和影响力 那么在这个地区 派出了精明的外交官 相比美国 中国目前在更多国家 太平洋岛国派出了更多的外交官 几乎所有的地方超过了美国 所以日本经济日经亚洲也是说了 就说到了太平洋事务特使 前坡的交涉这个问题 所罗门倾倒诸如此类 这个地方虽然离我们很远 但是也不敢过多的忽略 这是路透社一个专稿的内容 好了 来谈一谈 报刊杂志上有关 孙文案的进展 华尔街日报谈到孙文案 孙文案的背后 纽约州长前助理 如何游走于中国权力的走廊 即使是作为一个州长的助理 中级干部 但是他认为 孙文也能接触到中共高层 美国联邦起诉书 指控他按照北京方面的指示 对纽约州的对华政治施加影响 他说了 甚至查出他到北京去访问 在中国去访问 还住了总统套房 华尔街日报谈到中国驳斥 美国检方对纽约州长前助理 孙文的指控 跟他们没关系 但是你们自己乱说 美国之音呢 专门有个分析稿 北京为什么会对纽约州政府 一个忠诚的助理感兴趣 当然我也要分析一下 就是中国是怎么依据 自己的利益来试图 直接影响美国政治 甚至是美国地方政府的层级 为什么是州级 那这个美国的各个州 跟中国各自发展关系 也有关系 当然有些州也开始在排华 那个美国的德国 马歇尔联基金会 有个研究员 叫马尔小月 随着联邦一级的关系恶化 寻求在州一级的施加 影响了日重要性日益增加 反正是辽胜于无 所以拼命的往下压 那对于北京如何在海外培养的影响力 他也临合力也做了一些分析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把目标 对拥有大量华人人口的 美国主要州和城市 比如说纽约新泽西 洛杉矶和旧金山 北京的客工人员 已经建立了结构良好的 海外华人协会行业组织合作 这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叫施乾平 施乾平自称是中华全国归桥联合会 第十届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他也是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 那么谈到了 孙文还跟桥联会的地方机构进行接触 包括他的江苏 江苏 那里面的北京想要什么 就想要在跟中美关系恶化之下 要跟各个州发展他们的关系 他讲了很多 各个州是否会应该切断跟中国各个省的接触呢 这个也有很多争议 上海有数百名的工作人员致力于国际合作 美国各个州可能只有几个人 所以他讲到这个事情 每年是路透的时候都在关注这个案件的发展 美国之音有一个谈论的专稿 论的新选择 对中国新移民来说 日本可能比美国更具吸引力 那么讲到美国不太清楚 不太容易 在日本的 中国移民通常富裕和受过高等教育 相较美国 他们认为日本的影响力比较大 因为地理相近 移居环境 还有丰富的文化 日本的移居的政策 移民政策有利高技能的专业人员 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对移民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所以这个地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企业家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在日本购买房产 寻找发展机会 中国人是在日本 数量最多的新移民 他采访了东京大学克制研究员贾家的一个说法 贾家本来打算移民美国 但是疫情以后 他就只能转为选择日本 美国的审查太复杂 他说他发现日本比美国更好 美国正在拒绝那些对他最友好 最认同美国价值观的中国人 这是呢 移居日本另外一个律师叫李金兴的看法 看来论到日本可能也是个趋势 论 青岛日报呢 还有一些媒体谈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的太太带着枕头梁席 要去探监的被退回来了 柯文哲二度开庭财积压禁建 带着手扣进入了土城看守所 明报也把这个头盘头条 财嫌疑重大 柯文哲上靠路看守所 台湾第一名在野党领袖 在野党主席遭了积压 民众党呼吁司法不要沦为政治工具 斯文 柯文哲据说昨天晚上他吃的晚餐有猪脚 卤猪脚还挺好 台湾的监狱的伙食看来还不错 亚洲自由电台谈到香港 香港公营部门负债累累 是进一步拖累香港政府的财政 香港政府最近公布了 今年本年度首四个月的财政策制 高达一千三百五十四亿 超过去年全年赤字的百分之三十三以上 那么财政储备贴破了六千亿港币的大关 退到了十四年前的水平 谈到了他一些呢 市政集 还有房屋所 西九龙这些文化 都说依赖地产项目 支付盈亏的法政机构 现在都出现了财政困难 麻烦了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关于中国足球队呢 他评论很多 这就不用说了 连销带打太多了 王武士 那么也是个著名的作家 他在一篇文章 在有一种苦叫中国男主里面写到 他说中国男主背负的太多 本来不应该他们承受的骂名和压力 不过这也是活该 谁让你们选择了这一条老实诉求的路呢 更何况你们在那位置上 享受了太多的特权和社会资源 每天每顿都要吃海参 不要吃海参的时候兴高采烈 挨骂手一肚子委屈 他有一点希望大家清醒的意识到 他们不是最差的中国国家队 他们是最真实的中国国家队 在中国男主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足 现实生活中各种领域存在的问题 在男主身上都得到具体的体现 唯一不同的是 男主一直不肯成功 他们忍辱负重 用牺牲自己的方式 时刻的警惕世人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能使于努力 那若干年之后 我们回顾历史 如果说有什么伟大的爱国者 那就是中国男主 他认为他们几十年来 如威力的窝浪的诉求 比当年邓世昌的壮业集业 壮成集业更加的壮怀激烈 哎呀 这也是损到位了 第二 四隔六年在北京举办的中非峰会 中非的合作论坛 以习近平承诺再捐三千六百亿人民币 而皆大欢喜闭幕 这是中国外交 真的是个大手笔 北京对非洲做出了各种坎派承诺 以自身经济持续下行的严峻窘迫困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国竞相对非洲战略资源的影响力的争夺 以及各国势力 在太平洋岛国日益激烈的博弈 均可放置的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 加以关注和透析 那没有钱也打不了外交 威力认为 自身经济增长发力 会降低和抵消北京各种承诺的实现 我们姑且继续的拭目以待 国家有钱真好 第三 孙文案 仍是美国华人社会一直竞相讨论的话题 以从起诉书看得出来 美国的孙文本人 以及华部诸多爱国团体组织领导人的监控 是长期跟踪有迹可循 相比李文和案当年对台湾的学者 美艺学者 美籍华裔学者李文案 以及之后诸多针对华裔华人学者的案件 华人社会普遍关注度相对比较低来看 孙文案的浮现牵涉到了美籍华裔政治效忠 政治忠诚的是非问题 中美关系日益的恶化 这个一类的案件我估计陆续还会出现 对美国华人社会的民心的稳定 其实现在一时积极千层让的效果已难呈现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对美国华人社会的民心 对美国华人社会的民心 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一边读报的内容